南东线麻烦小天使一开始呢 只是想要利用园艺治疗的方式 让身心障碍的孩子来做附件 所以说呢开辟了香草园 但是啊后来是越种越有心得 于是在劳动力发展署的辅导之下 开始用这里的香草植物 来制作无毒的清洁用品 渐渐的打开市场知名度 也让这群天使得到更多的成就感 学员带着斗笠走入园区 开始做采收动作 生态农场是这群身心障碍孩子 有意治疗的场所 现在更是获得成就感的地方 刚开始我们是发展成茶包 香草茶包 到后来产量多的时候 我们就总开始就想到说 那现在不是有很多像放香疗法吗 也有很多就是喜欢接 现在的人都喜欢用健康自然的产品 学员所种的香草植物 不仅可以拿来泡茶 看到现代人越来越讲求健康养生 认为有发展性 所以最近他们也在劳动署的协助下 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香草植物 来做清洁用品 然后他们每天都要推销 他们自己的产品的时候 这个是我做的 他们说 这是洗法精是我们怎样 我们自己做出来对不对 对啊 然后每次都说 这是我画的哦 他们会说 这里面的话是我画的哦 一罐沐浴乳一罐洗法精 好 学员分工进行产品的包装 虽然动作比较慢 老师必须重复教导 不过看到在自己协助下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包含上头的图样 也是他们的作品 充满成就感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连草跟花都分不清楚 然后透过我们这 从104年到现在的话 他们进步的空间很大 然后最起码他们的脸 脸部上面还都是笑容的 难道现在麻烦小天使协会 成立16年 为了让离开学校的孩子 继续学习 努力找寻各种学习机会 虽然经费来源是相当大的困扰 不过看到孩子们的笑容 让他们觉得很有价值 记者 李宇鑫 那我先采访报道